兩隻中華穿山甲卷居成一團睡得好舒服 特別大造的玻璃牆面 切開穿山甲居住的隧道 讓民眾可以隔著玻璃 一睹穿山甲在洞穴裡的真實樣貌 台北市立動物園 作為全球唯一能在圈養的環境當中 成功繁殖、浮育穿山甲的動物園 對中華穿山甲的富裕 當然很有一套心得 穿山甲的展場我們其實總共有兩個 有其中一個展場 它有比較多的漆架或者是綠色的植物 那個展場還有一個很特別的是它的仿洞 那個仿洞就是我們把穿山甲 居住在洞穴裡的樣子切一半 然後用玻璃的方式呈現給民眾看 懸在17號世界穿山甲日 台北市立動物園舉辦特別活動 從講座分享到攤位的體驗 邀請民眾了解穿山甲 因為穿山甲是世界走私最嚴重的動物之一 更因為漆地破壞數量急剧減少 而在台灣傷害野生穿山甲最嚴重的就是 流浪貓犬 中華穿山甲已經是極度兵維的物種 在台灣統計剩下不到一萬六千隻的野生個體 加上一年只能生一胎 北市動物園希望透過宣導 換起各界打造適合穿山甲富裕的野生環境 讓可愛的自然挖土雞不要就此絕跡 八大新聞和平李松原採訪報導 民生八方式 近在一小時要訂閱 不要忘記要按小鈴鐺喔 謝謝 謝謝